創下昨天是川普跟拜登都打科技股 川普是嘴台灣賺太多錢了 拜登是說這個出口禁令不夠嚴 日本人跟荷蘭人都要照規矩來 其實川普和拜登雖然都打科技股 但核心的目的是 他們其實共同的想法 都是找到一個方法來打中國 而這打中國所以是一個蓬勃裡面 還有很多美國的媒體呢 就是說其實現在 整個美國總統大選進入了火熱 但是火熱裡面 不管川普還是拜登誰當選 其實最後的結局 有個東西是一致的 一樣的 那就是川普和拜登 都是中國的煞心 只是呢 一個呢 他們兩個人可能是陰陽雙煞 一個是打陰的 一個是打陽的 一個是明目張膽 另外一個呢 他們稱作叫做幕後黑手 那幕後黑手是 川普呢 就直接的就是加班罪 直接的禁決 直接的查下去 而拜登呢 是從周圍開始 小李飛刀幕後黑手 而最新的是彭博這邊特別報導 目前整個白宮川普正要簽署一個更嚴格的 晶片管制禁令 這個晶片管制禁令呢 主要他要引用的是一個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而這裡面其實是 他說像盟友就是日本和荷蘭 艾斯摩爾還有東京威力科創 因為呢整個狀況就是 只要以後你們這些外國製造出來的產品 裡面有一丁點 一個小指頭這麼一點點的這個技術 是來自於美國 美國政府華盛頓政府都可以實施管制 那這裡面是什麼呢 是因為呢 四月的時候 六月的時候 都傳說美國的一些官員 去了河南 也去了日本 去溝通一下 怎麼針對中國的 整個晶片的生產設備 進行更嚴厲 更統一步調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管制 但是 河南和日本 艾斯摩爾還有日本的 東京威力科創呢 總是有些生意要做 總是有這個 包含一些已經是成熟製程的 好像沒有那麼配合 那如果沒有這麼配合的話 乾脆釜底抽薪 就使用了這個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直接動下去 而直接動下去之後呢 後面呢 看起來現在白宮呢 還有一連串的連環權 下一個權呢 他們在討論的是 現在呢 中國當然是先進製程 已經跟不上了 但是中國的成熟製程 其實也是對全世界 很大的一個威脅 而且目前他們也發現 中國的成熟製程呢 開始像他們電動車一樣 因為成熟製程 所以有些東西轉移到 世界的其他中國的朋友那邊 比如說電動車跑到墨西哥一樣 所以成熟製程轉移出去 然後轉移出去之後就回避 美國對他的直接管制 直接制裁 所以他們要取用一個新的概念 對於這種成熟製程 中國成熟製程啊 美國要用的是叫做 前端製造來認定晶片的這個產地 什麼叫前端製造呢 目前美國採取的標準是 你最後封裝是在哪裡 認為你是這邊的產品 但是他們現在要改了 是你前端的製造 你光照的時候 產生的是在中國製造的 這些產品 就是中國的晶片 這些成熟製程的晶片 就是中國製造 美國就交易管制 然後不但是這個狀況 現在下來是電動車要全車管制 現在當然還不是那是個大工程 可是現在商務部預計在8月的時候呢 要針對電動車的聯網車裡面的一些關鍵 領主電一些軟體要進行管制 特別是這些電動車聯網車裡面的很多關鍵驅動的元件 然後還有去控制管理這些驅動元件的軟體 美國連盟多也要加以制裁 加以禁止 這個本來一次讓你電動車 就算你車子進來了 你這些東西被禁止之後 你也沒有軟體也跑不動 也起不來 而接下來 美國還要再看一件事情 是在處理的是海底電纜 因為海底電纜現在呢 160幾年來鋪設 全世界大概有660條 140萬公里這麼長的一個電纜 但是中國在這些人 像華為這些人 大量的用他們比較廉價的在鋪設 然後在鋪設這連結起來之後 不但是會壟斷這個電信的通訊 因為有太多的資訊 不管是經濟的 科技的 包含國安的 甚至是直接接收衛星的 都可能透過海底電纜 所以美國接下來下一步 也要針對這個海底電纜 再繼續攻擊下去 而現在這個整個情勢之下 黑白雙煞 川普和拜登 所以他們對於中國 這個態度是一樣的 所以日本駐台灣交流協會 今天的代表呢是說他們日本是認為 不管誰當選 美中的晉升 這個格局不變 那在這種整個格局不變的時候呢 川普講出 為什麼對台灣這麼兇的話的時候 有一個好久沒有出現的名字 又被提起來了 那個人叫郭台銘 因為川普為什麼對台灣的 好像對台灣有點不舒服 威斯康星 然後威斯康星裡面 因為川普來講 而且上次呢 拜登還是在威斯康星的那塊地裡面說 我現在有新的AI的一個中心 在這邊成立 然後變成是拜登的一個政績 所以現在郭台銘比較麻煩 他去年已經得罪了 習近平 今年又得罪了 川普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